大家好,我们是五大庙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们这组的作品 养生文化,唱一首架 创作理念 鉴于近日食品安全,超时工作,文明病等问题层出不穷 在此,我们采用五行中医养生的观点来作为我们整体的诠释 希望人们在这步伐紧凑的现代社会中追求潮流的同时,不要忘了我们的根源 因此,我们也将现代人常用的手杖与食品两者结合 做到文化传承与改善现代文明病的功效 介绍对于现代人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不仅能帮助使用者生活更有计划 并能及早发掘身体的异常,帮助医生诊断 我们认为利用写手杖的方式既不会太刻意,也很生活化 手杖可以记录生活点滴,触发情绪,使人生更加丰富 五脏庙不只是倡导健康观念,而是产牙一种生活态度 五脏庙取自于而人理俗身体的意思 五脏指的是人体内的五个器官 即心肝肺肾肾脾肾脾 庙通常代表着与食物的进贡有关 引介为食补之意 而我们以乐趣的庙取代寺庙的庙,却希望我们以生动游戏的方向呈现 市场调查 我们将商品与同样的朱友及日美工作为比较发现 一般手杖皆为即时使用 设计方面大同小异 价格依品牌质感而有高低价差 中价位约在200至300之间 为我们赞同各家用缺点设计出地盘 以养生为主题的手杖 作为我们的大卖点 我们的流程必须是 拟定主题 资料搜集 行销企划 作品完成 和程序规划 企业识别系统 初始我们用黑体字做变化 又结合中国木创造型的版本 但后来发现 渡门想产生的精神有所落差 且自行辨识度不高 最终我们采用正梦符的直划地铁 由书法制体能直接体现中国风的精神样弄 以我们为产阳文化的观点来看 正梦符致力于发扬前人的精神 涌入旧心 而我们则将现代的水彩插画 与水墨做结合 且其丝帖呈现令界沉稳 秀与清新 与我们的画方相符 再加上 英文字形填满原本标准字形的库空间 让中心平衡 主商品 刺激手杖 养生需要长时间规律的习惯养成 因此我们将手杖带入养生的题材 结合五行对应书果 器官 节庆 此外 我们还特别绘制食谱书 与本套手杖搭配使用 一季一刻 让养生时序渐进 彻底成为生活习惯 封面设计 以中国习俗团圆 作为圣经灵感的出发点 并结合四季盛产的书果 和当季健康与时的手杖插图 千一五行中四季代表的颜色 春 青色 夏 赤色 秋 白色 冬 黑色 作为封面的主色调 手杖内叶 以五行养生作为手杖的主题 并且以清新的水彩插图做底图 特别安排养生时程对造表 书果选购原则 五行人等副录业 且以清爽的视觉感受 作为手杖设计的首要条件 日记是特别以方言格做笔记栏尾的设计 且增加每日运动量 饮水量 书果量的栏尾 以提醒人们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另外还有每日搭配的食谱 与身体保健 五行养生的介绍 等等 食谱别测 我们神怒的食谱 大多和中药材有所结合 这些各与人体的调节 新陈代谢都有很大的注意 而且制作过程简单 大多以轻食为主 方便年轻上班族 在繁忙之中料理 美味且养生 装针的方面我们采用静折装 目的是为了让食谱能更快速的翻变 且能将中国式的装针与现代的插画做结合 增加食谱的独场性 内页设计我们采用水彩插画的清新风格 使人有一种乌鸦放松的视觉感受 在编排部分 我们也采用较有手感的字体 画面也以较生动有趣的方式进行配置 摆脱大众在食谱栽板的浴墙 增加人们使用食谱自行料理的意愿 马克杯 利用变身马克杯 色彩转换时产生的性能效果的特性 来呈现我们的食谱插画 如此不但能呈现我们插画与中国风的意象 并能增加雨水时的乐趣 进而提升温水的意愿 胸张和贴纸 以我式的方式做标题 让食材理人化 各自都有发生的机会 令人有灰心与笑之感 将食材做成单张式的贴纸 让手张使用者能搭配使用 尽量写手张时的乐趣